看过《仙剑奇侠传》肯定对胡歌的师傅醉剑仙有印象 他的扮演者叫谢君豪 在片中谢君豪也凭借着潇洒随意的《九剑仙》火了一把 今天小马罗就给大家巴一巴谢君豪 谢君豪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 在投考香港演艺学院之前 毛于生计的谢君豪曾经做过游地员 售货员 护士等很多职业 先后考了两次才被录取 毕业之后的谢君豪成了一名话剧演员 在话剧事业上混得如鱼得水时 谢君豪开始尝试走出话剧 进军影视剧 第一部电影就是张国荣的《金玉满堂》 之后又演出了多部电视剧 97年凭借出色的演出 击败以春光乍现提名的张国荣成为金马影帝 但是在2009年 他特串了《杨贵妃秘史》 同剧演员李念曾经在博客中爆料过一件事 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导致火把爆了 烧到了谢君豪的脸上 演他女儿的小演员也因为火烧而不停的惨叫 他为了救女儿最后导致自己被烧成二斤烧伤 但是谢君豪这些年一直不温不火 渐渐被人们遗忘 可能这样不温不火也是一种幸福 你能觉得呢